很多情侣在恋爱的时候总觉得两个人相爱就能战胜一切,觉得贫穷和亲人极品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,所以在情感的驱使下,什么都没想,就直接一头撞进婚姻中。 但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,而是两家人的事情,一旦步入了婚姻,你只能跟对方的家人接触,若对方的家人是好相遇的,那还好,你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,但对方的家人弱势得礼不饶人,无理较三分的那种人,那你的日子估计就好过不了了。 所以,结婚千万不能只图感情,而且婚前一定要把所有的不确定因素解决了,不能嫌麻烦就一直拖到婚后,事情拖到婚后就更难解决了。 而且,在婚姻中一定要有底线,不能总是退让,不断退让只会让你过得愈发憋屈。 到时候,你心里会积满怨气,早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,所以,想要幸福的婚姻,那就一定要守住底线。 谢力跟于彭池是自由恋爱,因为感情好,所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,谢力也没跟男方提出什么要求,她觉得通过两个人的努力,他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好,就不用再给家里的老人添加负担了。 于是,两个人就商量着一起出钱购买和装修婚房。 这个时候,谢力对婚姻也是充满了憧憬,她觉得自己跟于彭池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共同买了婚房,以后于彭池肯定也会念着她的这份好,在以后的日子里,她肯定会更加疼爱自己。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,事情还会出现波折,倒不是她跟于彭池之间有了第三者。 也不是他们之间出现了感情的问题,而是婆家人竟然在这个时候闹出了幺蛾子。 婚房才刚装修好,小姑子就趁着谢力和于彭池还没举行婚礼的间隙搬进了婚房赞助。 这让谢力很生气,但更让她生气的是,婆婆居然偏心小姑子支持她去住,还说一家人随便住。 婆婆的这种态度更是激起了她心中的愤怒。 毕竟这可是婚房,而且这房子还是他们自己出钱买的,根本就没有婆家什么事。 自己为他们着想,没要彩礼,没要婚房,她以为自己的好意会换来对方的真心相待,但这婚都还没结呢,对方就给她来这么一出,她觉得自己的好心全都为了狗。 她生气归生气,但她也没有迁怒到于彭池身上,她始终认为于彭池是个正直的人。 她不愿意质疑她的眼光,她相信于彭池若是知道了这件事,那她肯定会站出来阻止婆婆跟小姑子。 于是,她就找上了于彭池,她也没有在她面前说她妈跟妹妹的坏话,她只是非常客观地把事实给说了出来。 说完,她就满脸期待地看着于彭池,就希望她能站出来,为她主持公道,但于彭池的反应却让她失望了。 她怎么也没想到,那个在她眼中正直,阳光的男孩会说出这样的话,她说让她多忍忍,说她妈这些年不容易,自己的妹妹虽然有些任性,但她希望她能够跟她一起包容她的妹妹, 若是她能够把她的妹妹当成自己的亲妹妹,那这件事情就不会那么难以接受了。 她说着这些话,还抬眼看了看她,看她脸色越来越难看。 她又话风一转,说自己也会去说说自己的妹妹和妈,看看他们能不能听她的话,说自己会尽量说服他们。 说完,她还总结了一句,说都是一家人,要互相体谅。 她差点没当场给她一巴掌,她从来就没想过,她眼中的完美男人于彭池竟然还会有这么不要脸的想法。 但她忍住了,她想再给她一次机会,看看她能不能解决这件事情,若是不能,她自己也是有后招的。 结果,还是让她失望了,等了半个多月,什么进展都没有,于彭池竟然还躲着她走。 她觉得这个男人是指望不上了,于是她让她弟弟也搬进了婚房,既然于彭池的妹妹都能搬进去,那她弟弟也能搬进去,这样谁也不吃亏。 而于彭池的家人一看谢力如此针锋相对。 他们就都开始讨伐谢力,说谢力斤斤计较,说她不容忍,还说她要是真进门了,绝对是个绞佳精,后来还说了很多过分的话。 他们自己说还不算,还到处散发谣言。 小地方,大家互相都认识,这名声一出去,她家人估计也会被说得抬不起头来。 而且,这回事儿若是没成,那她在老家也说不上人家了。 因为一般人根本不会去分析这些谣言的真实性,只要有不好的言论传了出来,那他们宁可把这些言论当真,进而对这个言论的中心人物避而远之。 所以,经过未来婆家的一番宣传,她的名声是彻底臭了。 她是既愤怒又心凉,最让她心凉的是于彭池的不作为,她竟然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娘那么诋毁她。 她竟然还好意思跟她继续谈婚礼的事情,她觉得自己就是眼瞎,若不是眼瞎,当初怎么就看上了这么个东西。 她最终还是把那一巴掌给甩了过去,这一巴掌她已经想了很久了,只是她一直克制着。 但到了这个时候,她不想再忍了,也不想再跟这样的人家有什么交集了,所以她选择把心里的怒气给发泄出来。 这之后,经过一通闹腾,最终婚礼被取消,房子也被卖掉,一人分了一半。 原本恩爱的一对男女,这之后就开始老死不相往来。 谢力所经历的事情告诉我们以下两个道理。 一,一定不要把婚前的问题留到婚后解决。 很多人,在婚前遇到问题时,总是喜欢拖着,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解决,因为犹豫不决。 所以就把问题拖到了婚后,以为这样事情就能过去了。 但婚前的问题若是留到婚后解决,那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自断后路的行为。 要知道,很多事情不是单靠着你一人的努力就能解决的,当另一方顽固不化,根本不听劝,也不愿意妥协的时候,就算你才是对的那一方,在那个家里,你也成了错的那一方,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妥协了。 二, 有底线的婚姻才能更幸福。 很多人在婚姻中,总是不知不觉间就丢掉了自己的底线,只为家庭和睦。 但这样的婚姻不可能是幸福的。 因为你一旦丢掉了你的底线,那在这个家里,你就成了那个需要不断妥协的那个人,而且你这样的牺牲在另外几人的眼里,那就是应该的。 他们并不会为此而感激你,也不会觉得你有多伟大。 这样一来,你就只能憋屈地过一辈子。 每个人在这世上都是独立的个体,没有谁有资格要求你一直做出让步,而你也没必要为了任何人而做出妥协。 每个人都渴望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,有些人为了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,就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,或是直接丢掉自己的底线。 以为这样就能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,但这种行为只是在粉饰太平,那里隐藏着的矛盾早晚有一天会浮出水面,到时候想要平息只会更难。 所以,在婚姻中,大家一定要守住底线,有底线的婚姻才能更幸福。